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耶稣为什么来 然后耶稣来的有什么征兆 我们都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 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程 什么时候耶稣会来 但是圣经却在马太福音24章 我们上个礼拜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有六个征兆 而且这几个征兆已经一一的兑现 那个六个征兆里面 他说有打仗的声音 然后呢还有在那个六个征兆里面 他们除了有打仗的声音 有天上有异象 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年 我们有四环雪叶 还有那个蓝雪叶 各种各样的天象 而且这种天象跟我们平常的都是不一样 而且他说太阳会变黑 白天会变成晝 晚上一样 这些现象已经都出现了 还有我们也看到呢 他说当耶稣再来之前 信徒的爱心冷淡 我们也看到这些现象出现 更多的就是假先知也出现了 我们看到很多人自立为王 自立自己成为那个耶稣 上个礼拜很清楚 如果有记得了可以参考 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第五个现象 以色列要复国 以色列已经在七十年前复国了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 他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要看见神在什么时候来 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我们教会的家人 在讨论这个耶稣再来的现象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 他们不断的问说 假如耶稣明天来 假如耶稣下个月来 明年来 他们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祷告 我们已经知道 耶稣已经给我们看到这些症状 已经一个一个都出现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分享 我们要如何预备迎见我们的神 我们要预备迎见我们的神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要预备好 如果我们今天不预备好 耶稣随时都有可能来 那我也因为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过去我总觉得 耶稣要来可能要五十年 可能要三十年 所以我一个很直觉的感觉 总认为说 耶稣要来离我蛮远的 因为我算一算 我觉得我不可能活到耶稣再来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错误 所以我也在这里要认罪要悔改 因为耶稣几时来 不是照我的时间表 乃是照耶稣的时间表 我也听过那个马丁路德讲过的 因为他因为看见圣经里面 在希伯来书说 神要向谁显现 向那些盼望耶稣再来的人显现 所以甚至于呢 穆德芝加哥穆迪 芝加哥穆迪神学院的 这一个创办人叫穆迪 穆迪也因为读到西伯来书的这一句话 西伯来书里面讲到说 神向这些盼望他来的人显现 所以呢穆迪从此改变他的生命 而且他说因为他也是盼望 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是三倍的加重他的工作 我因为他的这样子一个改变 对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 有时候我就觉得 反正我做这些 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事 而且我这样子讲到 现在有很多视频 也都更有名的大牧者 但是神不是看你多大 看你多小 神乃是看你对他何等的用心 今天神不是看这些外在的 不是看外面的教会有多大 你的教会有多小 神乃是看你对他的忠心的程度 曾经我也听过格里汉牧师的太太 虽然她是一个家庭主妇 她在她的厨房里面写上说 这里一天三次忠心的服侍神 表示说家庭主妇当你很忠心的服侍神的时候 神也悦纳你自己在神面前的服侍 最近我常常因为要做很多的家事 帮忙女儿疫情期间我们找不到人可以帮忙 所以我从都要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突然就对自己的那个意向啊 对前面的道路啊 我就模糊我的焦点 但是借着这个末日信息 神要再来 他要怎么样看你在这一件事情所做的 你是否忠心在他的里面 你照顾你的家 你照顾你的孩子 是神给你的托付 你只要做得好 你也是忠心的在服侍你的主 所以从这一点让我看见说 我知道我生命中的重要 神对我的呼召 对未来 我有重新再一次调整我的眼光的时候 我做起来 我整个的态度不再一样 非常感谢 因为神向盼望他再来的人显现 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到 耶稣为什么要来 我记得我录完了录影带的时候 帮我录影带的同工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要把耶稣为什么来 跟耶稣什么时候来 的两个的阵序对调一下 因为他觉得我们讲的不够清楚 有关耶稣为什么要再来 感谢神 因为这位弟兄给我一个提醒 我今天要把耶稣为什么要来 耶稣来的那个缘由 我今天要分享的更清楚 让我们进入这个信息之前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那个主题经文 主题经文讲到当耶稣 来 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 是我们盼望的什么一个缘由 首先呢 我们来读一节经文 我们的这一节经文是在 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二十八节 二十一章二十八节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死的日子尽了 谢谢 为什么呢 其实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里面 讲了很多 在二十一章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七 一直到二十八节 他一直在讲耶稣再来的 整个的现象 所以呢 当耶稣再来之前 又发生这些 刚刚我说的这些征兆 这些征兆的发生以后 基督徒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里面有一个 urgeness 就是urge我们说 因为当有这些事情发生 接连的 就是怎么样 耶稣要来了 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得俗的日子了 所以呢 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回来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 等完读完的罗马书 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之后 我们一起来分享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九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受造之物切忘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赏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正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勇后者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署 阿曼 我上个礼拜讲到耶稣会再回来 为什么耶稣会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乃是他告诉我们 他promise我们 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我们可见耶稣在他们以色列人的习俗里面 当一个男子要去娶这个新娘的时候 他首先要去提亲 他去提亲的时候 这个男子就要回到他的父家 再一次为这个新娘子盖一个房子 等他房子盖好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接这个新娘子 就是他们昏成的日子 同样的我们用这样一节 因为耶稣用这个真正发生在他们以色列习俗的 这个经文里面告诉他的信徒 他说我去 其实他去是到天上 他为什么为我们在天堂里面建一个家 等他盖好的时候 他会回来接我们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回来接我们的时候 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这些乱象 国攻打国民攻打民 我们也会看到怎么样天象有所改变 然后整个的社会人心冷淡 然后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得俗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些现象发生 很重要当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要有一个预备 救救是什么 是我们要被得俗了 好你说牧师你上个礼拜不是说 当我们信了耶稣 耶稣就会给我们救恩 我们就得拯救吗 那为什么现在你又说我们会得俗呢 今天很重要的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要相信 我们得着救恩就是那个spell moment 就那一个刹那你心里相信你的口里承认 你就得救了 但是你要成圣的过程里面 你还要逐渐的成圣 那你在这个从得救到成圣的路程当中里面 我们是不是发现我们天天还是会犯罪 我们天天还会活在那个试探里面 我们天天还是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这个臭皮囊 我们这个旧的body 然后呢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不犯罪呢 就是等到我们得俗的那天 那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盼望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 我们的神是造物主 所以呢我们一直浮在这个什么虚空当中 这个虚空就表示这个世界 那我们知道世界是谁掌管的 撒旦掌管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一直受到这些败坏的那个身体里面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征战 但是在这个征战当中 当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完全得数 你继续耐心的听下去 这个是我们今天也要分享的 为什么耶稣要来的其中的还有一个原因 好接下来我们除了看到耶稣来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能够真正得数 当我们得数以后 我们才会有一个新的那个身体 在能够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要来接我们 而且也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数 接下来我们下看下面一个 我们耶稣要回来的第二个原因 是为什么呢 他除了回来拯救我们 第二个原因 我们乃是看到回来 乃是要带着以色列人可以归向神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从出埃及 然后进到神让他们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但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硬着景象 所以他们在旷野40年 在旷野40年他受过很多的苦 即便他们从旷野出来以后 神也试着要把救恩给他们 但是因为他们对神里面的不顺服 所以神允许他们在世界被抛来抛去 直到70年前 神为他们再一次建立那个以色列 但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 他们仍然硬着景象 之前我们可以回想 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 2030年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他们在主前那个时候 2030年之前 他怎么样 他们把耶稣定十字架 所以当他们把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受苦 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平安快乐的日子 神对他们是充满了爱心 因为神还是对以色列 他对以色列 他以神与亚伯拉罕 以撒 亚各立约 他要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成为神的百姓 他说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是我的百姓 但是当以色列人不愿意接受 他们甚至不相信 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 他们在世界上受尽 所有一切的伤害 所有一切的痛苦 但是神的心意 仍然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带回来 所以呢 上一次我在一个以色列参加那个特会 Tom Haas 他就从纽约 神给他一个呼召 告诉这个Tom Haas 说时间到了 我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回归 所以呢 这个牧师从纽约 他放下他一个很大的事工 他到了以色列 他建立一个叫万国祷告殿 他在这个万国祷告殿里面呢 他一直不断的呼召 全世界的百姓 信主的外邦人 都要为以色列祷告 因为他说 当以色列的百姓都回归 回到以色列的时候 耶稣就是要来了 因为这个Tom Haas 写了一本书 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Let my people go 因为神在出埃及记里面 让摩西去对法老说 让我的百姓离开 离开埃及 好叫他们能够来侍奉我 所以今天神仍然在做这样的事 神借着耶稣再来的第二件事情 让耶稣回来的第二个缘由 除了让我们身体得救 除了让我们得救 他要让以色列的百姓 也可以认识神 也可以来接受从神来的恩典 这个就是第二个 神要回来的第二个原因 乃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 可以来侍奉神 接下来我要分享 神让以色列 神再次回来的第三个原因 他要做什么呢 耶稣回来的第三个原因 他要怎么样 他来征服这个世界上的王 征服这个仇敌 耶稣要来征服他们 因为那次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些世界的王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允许他这样做 今天神要把这个主权夺回来 所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从前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是很谦卑的生在这个马朝 当他要进京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是骑着旅居进到耶路撒冷 但是当耶稣这一次再来的时候 他要骑着马 以色列人在等什么 以色列人在等他们的弥赛亚是骑着马 这样子来空中降临 这一次千万不会让以色列人失望 耶稣这一次来的时候 他要骑着马 他要开旋 就要从天上这样降下来 耶稣这一次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他乃是要来征服 打败这位假的三位一体 假的三位一体就是魔鬼 魔鬼是魔鬼 但是他要跟我们的耶和华神 我们的父神争战 他要以这个假的神来代替真的神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 除了我们的三位一体 有一位基督 也有一位假基督 这位假基督 他叫做敌基督 敌基督 他要以他自己错误的身份 来混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地球上面 所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也需要把这个假基督 这件事情给处理清楚 他要来征战得胜这个假基督 敌基督 还有假教师 假教师 他的身份是三位一体里面的假的 就是圣灵 假教师 假先知 他要代替这个圣灵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魔鬼 他要来代替天父 我们看到敌基督要代替基督 我们也看到假先知要来代替圣灵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要打败这些恶者在地上的作为 所以当他们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神 要把这个主权拿回来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是骑着旅居进京 但是这一次耶稣来的时候 他要骑着马降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再来的时候 耶稣已经不再一样 而且耶稣是像犹大的狮子 而且他是可以征战 而且是可以征战得胜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 这个整个的缘由是不一样的 他来的整个的时间点 还有这些都是在神的计划底下 耶稣要彻底的解决 这些仇敌恶者的工作 我们看到当耶稣再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总以为说 为什么耶稣是 耶稣是站在 让我们站在审判台前 来面对耶稣的审判的 还有一件 就是耶稣回来的这个第四点 就是要来审判世界 为什么 因为耶稣曾经被杀 耶稣他可以来审判这些世界 乃是他所走过所经历的困难 所经历的痛苦 他可以让我们跟他有这个鲁类 如果今天耶稣没有经过 这些曾经被羞辱被杀 上个礼拜我讲了很多 关乎耶稣在以赛亚1513章那里 他就是常经忧患受人藐视 他受痛苦 他如同羊在宰割人的手中 手口中不出话语 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信息 是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是佩德的 我们今天可以在耶稣的面前 把我们所有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对耶稣来讲明 因为耶稣可以了解我们的辛苦 耶稣可以明白 有一些人受怎么样 受羞辱 有一些人受冤枉 耶稣是真的很受冤枉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 耶稣的面前向他来伸冤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来到他的身座 乃是要求恩惠 得怜悯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同样的 我们今天站在他的摩西西前面 他的审判台前面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是恩典的宝座前 我们可以告诉耶稣说 今天我受了多少委屈 我有多少痛苦 因为耶稣自己曾经受过很多很多的羞辱 而且甚至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手走经的这些路都要成为我们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上个礼拜我已经分享 耶稣来很重要 他要来这个地上建立千年的国度 耶稣来要在这个地上建立千年的国度 当耶稣来建立这个千年的国度的时候 耶稣需要有人来帮助他 圣徒就是神拣选 圣徒就是神拣选 让我们来个帮助耶稣在这个 整个当耶稣要回到地上的时候 来跟他一起争战 而且是一起得胜的那个圣徒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千禧年 当然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 有些人是认为他们是前千禧年派 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千禧年 有些人是认为他们是后千禧年 我们今天不要为了这一个进入这个整个的那个argument里面 很重要的我们抓住一个点 就像我们夏威夷的圣经学院 有一个圣经学院老师叫Ada Lam Ada Lam现在可能八九十岁了 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一家 就是说阿摩尼年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千禧年 那个千禧年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随时准备 最近我们读了那个淡里里书 淡里里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一载两载半载 所以我们把一载两载加个半载 就是三年半 有可能神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受苦 但是又不至于把我们给打死 所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在灾中就被提了 所以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们知道有在我们这里的 那个一个牧者 他最近出来竞选市长 他们的教导乃是觉得 他们是先被提的 我为他们祝福 但是也为他们担心 因为假如你没有在前千禧年 你还没有灾难的起头就配土 那你的会友天天Happy Go Lucky 那你一定会有辛苦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耶稣为什么要回来 第一个 他要回来带我们 因为他要指点我们的道路 因为耶稣说 他是道路 他是真理 是生命 人若不借着他 不能到父那里去 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找路 就是找不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看到 那个电脑里面 有那个电子的那个Map 我们相信今天圣灵 就是我们的电脑书里面的Map 神会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 耶稣会亲自把他的房子盖好 来接我们回到天家 那为什么耶稣会接我们 因为我们虽然得救 但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数 我们的身体还在败坏 我们的身体还是天天会怎么样 会犯罪会杀法 我们会软弱 然后我们做很多不该做的事 等到耶稣来的那天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年老的那些身体 都要怎么样 不再生病 不再有脸泪 不再有这些哭号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天国最大的奥秘是什么 耶稣来了两次 耶稣第一次来是把救恩给你 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除了让我们得数 除了让以色列人得救 除了带给我们 帮助我们打胜这个仇敌 属灵征战的这件事情 就交给耶稣办了 我们现在每天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天天都在征战 我们天天都在呼求神的怜悯 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征战 全部都交给耶稣 所以呢 我们过去 因为我们没有得数 我们常常活在败坏度中 我们的身体仍然在叹息 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得自由 完全可以得释放 我常常告诉教特会友 我们征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可以怎么样 你不能允许小鸟 从你的天空飞过 头上飞过去 但是你可以不让你的小鸟 在你的头上煮草 就是这是Pav的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痛苦 但是我们常常允许 这些征战留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打胜仗了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的这许多事情 还有耶稣一定要回来做王掌权 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 神选择一个人 就是耶稣可以站在那个断定谷 可以站在审判台 让我们面对这个审判 那保罗也在雅典的这个地方 他叫做亚略巴谷 亚略巴谷这个地方是古代的士美拿 他这个地方也叫马尔斯山 保罗说神在马尔斯山 就是亚略巴谷这个地方 过去古代的士美拿那个地方 他说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审判的地方 神已经在那个设立了 所以审判一定会来 耶稣也一定会来 所以神设立耶稣成为一个审判天下的人 那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清楚了 耶稣回来最大的原因 乃是为了这几个重要的点 而且会在哪里发生 我们知道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发生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那个千禧年 接下来我们知道神要在这个地上做亡 这个做亡一千年 曾经我们知道 希特勒他也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 但是希特勒却没有成功的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末后的世代 我们会带耶稣回来 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王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当耶稣回来 我们就不再为这些事情征战 然后耶稣会成为我们所有征战的兵器 而且他要帮助我们战力 而且要得胜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需要我们给耶稣的帮助 我们不再自己不再靠自己 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回到地上的时候 这是神应许我们要做的 耶稣要做亡 特别我们最近看到我们的选举那么的败坏 我们何等的需要耶稣回到我们的当中 如果耶稣回来不但让我们身体得俗 更重要的我们看见 我们也不再有选举 我们不再有这个世界整个败坏的事情发生 我们今天明白我们之所以受造 我们受造乃不是要自己在里面称王 我们受造乃是要看到我们的主要能够回来掌管我们的世界 记得我们在诗诗记的时候 诗诗记里面 怎么样没有王 个人怎么样称王个人称雄 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没有王 他们就向神求一个王 神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有我 但是以色列百姓听不听他们不听 他们仍然要给一个王 神就给了他们一个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 所以他说扫罗长得高大俊美 世界上的人所看的都是外表的 世界上的人要的这个王是高大俊美 但是神要的却不是这样子 今天人为什么会希望有一个王来掌管他们呢 因为人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做王 今天很大的问题是当百姓找不到神的时候 他们各自为王 今天也因为这样子整个的世界已经走向 偏离神的道路 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真正的找到一位王 这位耶稣可以回到地上 可以做我们的王的时候 他会用最好的方式来治理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不再充满了征战 我们的国家已不至于走向共产主义 虽然我们现在的大选让我们非常的担心 挂虑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祷告 不是让某一个人当选之外 我们乃是要让我们的国家再一次回到 耶稣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做王来掌权 当我们的国家可以回归在耶稣里面 我们知道除了福音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 福音才是我们唯一的答案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 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福音的国家 认识神的国家 他才可以走在蒙福的道路 只有福音可以救美国 只有福音可以救世界 只有福音可以拯救全人类 当我们认识主 我们清楚相信福音可以带给我们这些生命的建造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一样 人民需要主 百姓来往奔跑 他们没有目标 他们没有生命里面没有意义 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我们常常 整个的focus 我们的焦点 配模糊 我们的焦点配模糊的时候 我们就期待错误 当我们期待错误的时候 我们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焦点模糊 所以我们就期待这些错误的期待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面对这个末日的信息 我们一定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 我们重新再出发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标 把我们的焦距对准这位上帝 我们对准耶稣 除了耶稣 没有人可以救美国 所以我们知道很重要的 你知道耶稣要再来 如果你把你的焦点对准耶稣要再来 这是你今天活着的目标 你今天活着的盼望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如果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他一天阴行国且的度过一天 有些人因为他不认识神 他没有盼望 他甚至于对他的明天是不是要活下去 他没有那个渴望 很重要 盼望是让我们往前进的动力 盼望耶稣再来 希伯来苏说 耶稣向谁显现 是盼望他再来的人显现 所以当我们未来 我们有这个盼望是知道我们的神要回来 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 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再一样 所以呢 人没有盼望 神对这个主要来的这一件事情 不认识的时候 我们会活在哪里 我们活在过去的regret 我们一直在为过去懊悔 我们一直为过去所遭遇的事情 我们老是跟别人斤斤计较 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的未来不在这个地上 这地上非你的家 你会为你这天上的家来预备 你会为你的未来来努力 而且因着你的努力 你整个的生命习惯不一样 你的生活起居 你与人的关系不一样 你努力的目标也不再一样了 今天世界上的人很看重 你赚了多少钱 世界上很看重 你得了多少的学位 世界上的人很看重 你的金钱 你的房子 你的车子 但是今天如果我要告诉你说 像圣经对那个年轻人 他有很多很多的钱 他问耶稣说 我是不是还要再建一个骨仓 来放我这些钱 耶稣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如果我今天要拿走你的生命 你盖一个骨仓 放了这么多钱 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今天同样的 如果我们也认识到这一点 你可能会很大很大的改变 你可能不再为你生活上的 猪肉麻蒜皮的事情 你来计较 你不再为了你少做了这一宗生意 不惜的得罪你的客户 你今天会因为 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 你的目标要去什么 你会看重这个人跟你的 Friendship relationship 大过你做这一笔生意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基督徒要活在 耶稣再来的盼望当中 如果你知道耶稣要来了 你可以抛弃很多不重要的 你可能在过去 你又会买很多的古董 你要装修你的房子 你要做很多 你觉得才会让你在人前 人后得别人赞赏赞叹的 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所以呢 我们已经看到 在圣经里面 神告诉我们什么 他来的另外一个目的 不只是来审判我们 耶稣来的另外一个目的 是让我们得奖赏 基督徒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盼望是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深深的 要把我们这些 在神面前追求他的 走在主道路的 他要让我们得着奖赏 所以我们今天迎见我们的神 除了我们知道 他来的迹象 除了我们知道 耶稣为什么要再来 我们已经这么清楚的讲明白 说清楚了 我们现在很重要的 乃是要知道 你要如何来迎接你的神 你迎接你的神的时候 你的生命要怎么样配更新 你要怎么样可以改变 你要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愿意交在神的里面 要怎么样被神的功夫来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 让我继续分享的时候 他讲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选漏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来受报 是的 我们在一个经文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将来在耶稣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 在基督审判台前 我们会怎么样 会被显露出来 你所做的 你所说的 你所有一切的 有一次我真的有点担心的 从那一次以后开始对这一件经文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警醒 有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那个讲员就给我们一个比喻 他说比喻你的头上有一个录影带 你的头上 你的额头上挂了一个录影带 但是当耶稣要见你的时候 那个录影带会把你从小到大 你所做的 你所说的 就好像一个录影带 那个录像带一直把你 剖出来 一直剖出来 现在这些人发明这个录影带 真的是好可怕 我那天看到那个CNN 他被人家录到 他们在那个开会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来诬告 那个污蔑那个川普总统 而且他的那个老板 竟然告诉他们 要怎么样报导 这个不实的事情 然后竟然被 这一个其中的一个记者 去参加的 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偷偷的录下来两个月 所以呢CNN的老板 知道这件事情 他非常的生气 还要告这个记者 但是我很想去告诉他说 你不用告了 你还好的悔改 认罪就好了 因为你今天要感谢 这个记者把你这些公布出来 好叫你能够悔改 今天美国的政府 给你这个宪法 230条 给你们是让你们可以 很公平 很公正的来嫁及一些事 但是你竟然 写这些话 是要试着来攻击川普总统 无论如何 他还没下台之前 他还是你的总统 即便他是一个平民百姓 你也不可以制造这些污蔑 他的话 为什么 因为哪一天 你要在神的面前 你需要接受 这样的一个审判 最好你现在就是 扶手称谢 你认罪 你悔改 神说 人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公义的 是信实的 他必要赦免你的罪 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攻击 你的元首 而且用不法的事 不实的事 来攻击别人的时候 这些事情 神说或善或恶 你所做的都要把你显露出来 以其到那天 你在审判台前 你站立不住 而且没有得救的机会 趁着这个人把你给讲出来 你要感激他 你要在神面前认罪 当你认罪的时候 神会给你一个改变的机会 所以我们特别要为 这个CNN的老板祷告 也为这个把他显露出来的 这个记者来祷告 神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 这些不法的事情 一定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彰显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十到第十五节 这个地方 我造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公投 立好的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力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木 合措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入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赤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阿们 好 这里呢 我们看见很重要的 当耶稣要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 刚刚我已经讲了一点了 除了要认罪 更重要的 他告诉我们说 保罗用这个经文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 他说我要造神给我的恩典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在别人的上面建造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你在上面怎么建造 因为那立好根基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再没有别的根基了 今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 我们不管是信耶稣的 不信耶稣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乃是要怎么样走在神的道路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走在这神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的生命将会受亏损 我们的人不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的工程 就是你今天如果走出去 你在我们我们在各处 你看到很多的工程在建造 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些房子在台风啊 然后甚至于什么 土流质什么 那个土石流说错了 那个土石流下来的时候 整个房子就倒塌了 我也看到高雄那个影片 这样拍下来 整个的房子因为地震 然后整个房子就倾倒了 为什么 后来他们告诉我们说 报纸说出来 他们盖的房子 他们不是用钢筋水泥盖的 他们是用那个装油的塑胶桶里面 装一些沙盖的 所以呢 你看这种工程是什么样的工程 不是用金银宝石盖的 乃是用草木合结盖的 我觉得保罗的中文真好啊 虽然他是一个翻译的 他讲的非常的道地 今天如果我们盖一个工程 如果今天你认为这个工程是你要去住的一个很好的房子 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子盖你这个房子 他只是一个帮人家盖完的很便宜的卖掉 还是比别人便宜的价钱卖掉 曾经呢 有一个老板 这个老板呢 他请到了一个工人 这个人是他监工的工人 所以呢 他就 这个监工的工人呢 他要退休了 所以老板就想到说 你帮我这样做事 他就盖着他就盖得很草率 他就盖着很便宜 然后呢 资料也是不好的资料 工作也不好 所以他所建造的根基是不稳的 没想到到他退休的 Retirement Party的那天 老板就很高兴 站着中人的面前说 我要好好地感谢我这个员工 因为他为我效力30年 所以今天是他退休的日子 我要送给他一个礼物 所以老板就把那个房子的钥匙拿出来 他说这个房子是我要送给你的 亲爱的家人 当你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哦不哦啊 这个房子你可以盖得很好 你如果知道这个老板 要把这个房子送给你 你是不是会建造得很好 让这个房子是钢筋水泥的 而且你住进去会很愉快 没想到这个人里面的诡诈 他就想说我要退休了 我就随随便便地盖一个房子 结果那个房子 最后老板把它送给他 亲爱的家人 这个房子的故事 难道不是在说你跟我吗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警醒 神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 所建造的这个房子的工程 神将来在天上说 喜我要把这个房子送给你 你今天在地上怎么建造 你建造的是草木和结 将来你在天上的房子 能不能存留 不能存留 所以呢 今天我们所做的 神会照我们所做的善 照我们所做的恶 来报应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 如果这个工程受损 我们人也要受亏损 我们却要得救 因为得救就仅仅得救 保罗说仅仅得救 那不就枉然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首先要怎么样 当你忠心服事 这些忠心服事的整个手摆上的 神要自己亲自来祝福你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忠心服事 而且我们是取巧的服事 每天我们都在面临一个选择 你选择你要好好的服事神 还是你要在神面前所建造的 是草木和结 他说个人的工程必定会显露 特别是我们建主面的时候 这个工程一定会显露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很多人想到耶稣要来了 他们就超级的恐慌 他们突然要来服事神了 而且他们服事神的时候 他们很希望有人可以看到他们的服事 如果没有人看到他们的服事 他们还不肯好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先到这样知道 耶稣如果上个礼拜我们说 很多人在讨论耶稣什么时候来 如果耶稣今天来 他们要做一件事 耶稣明天来有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中期目标 我要告诉亲爱的家人 不要再给自己立目标了 你好好忠忠实实的做你该做的事 你如果想到耶稣要来 我赶快来做一些让人有看到的 对不起 耶稣不会问你说 我来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耶稣会说我不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是等耶稣来的时候 才去做要给人家看到的 神乃是在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耶稣还没来的时候 因为耶稣会问你 我不在的时候你做什么 我们人很想要人家包奖你 我们很需要人家在我们的脸上贴金 但是那些都是草木和解 你最困难你最痛苦你最不容易的时候 神要看你要做什么事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 我们看到神用了很多天象 很多预兆来预告他要来 但是今天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 我们看到神使用什么样 使用这些忠心服事的人 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 我们看到十个聪明的童女 五个有油的五个没有的 我们也看到神也用才干的比较 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神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 看到神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炼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忠心服事并不是让神来才看到你 乃是神不在的时候来看到你 如果耶稣还没回来 那你就草草的做工 就会刚刚我说的这个现象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 乃是要在神的面前 能够做给神看的不是临时做的 神要看到你不在的时候 他是否忠心服事 他叫你说你是那位怎么样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刚刚说过了伟大的步道家穆迪 因为他听说耶稣一定会回来 而且很快的要回来 穆迪就怎么样 他就选择非常忠心的 而且是三倍努力的工作 所以呢 忠心服事是我们预备迎见谁要回来的第一个特质 如果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这个特质 我们可以在神回来的时候 你得到的奖赏 每天你就做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如果选择取巧 我们只有选择人看得见的时候 我们才来做 圣经已经在告诉你说 当有人这样赞赏你的时候 你的天上的赏识就不在了 所以宁可你不在人前侍奉 你在神看不见你的时候 你要来侍奉他 今天我讲的忠心服事 你把它贴在你的心板上 你不要把它贴在你的书桌上 做你的座右鸣 乃是常常警醒你 告诉你自己说 忠心是我当做的 而且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神都看见 因为腰滑的眼目便查全地 在寻找行为完全的人 今天我们不分工作的卑贱高下 曾经在那个荆棘中的百合花 里面看到一个见证 有一位在中国大陆 做医生的 这位女医生当共产党知道 党员知道她信了耶稣以后 她把她所有的执照都拿去了 把她所有的那些医师执照都拿走 她不能再行医了 但是这位姐妹因为她从此不能行医 她被打下去 她没有那个收入的时候 她只能她只能做什么 她只能做一个医院里面的清洁工 医院的清洁工 但是呢 这位姐妹呢 虽然她在做清洁工的工作 但是她仍然每天 她怎么样 她仍然每天很忠心 很认真的在做她的工作 因为她告诉自己说 我做医生是服事审 我做医院的清洁工 我也是在服事审 亲爱的家人 今天我们要学习效法 格里汉师母 她说这个地方 每天三次中心的服事审 因为格里汉牧师的师母 她每天为她的家庭预备 早餐 中餐 晚餐 所以这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不是因为 人家看得到 我们才做 人家看不到 我们就不做 第二件事情 预备主再来 上个礼拜我说了 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呢 乃是我们要让神的福音 变传 各地福音要广传 神说你们要去 怎么样 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死万民 做我的门徒 要奉圣父圣子的名 给他们施洗 还我所教训你们的 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今天无论如何 虽然有些地方福音 未得之名已经听见福音 但是很重要的 我们乃是要更多 把这个福音的工作广传 接下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不断地在讲 今天为什么整个的世界 可以让共产主义 来把我们洗脑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 我们忘记了 我们把我们神给托付 给教会的这个七座三的工作 我们越来越没有 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事 结果整个的世界 就越来越走偏 今天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只有传福音 乃是我们要活出福音 今天我们看到 世界的红十字会 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防癌基金会 过去都是基督徒做的 但是今天世界的人 把我们的这些慈善机构 一个一个都拿走了 今天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把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 我们拿回来 如果我们今天不继续去改变这个世界 把这个福音世界化 把这个世界福音化 今天撒旦就偷窃了 神给我们这个掌管 这个宇宙掌管这个世界 神对亚当告诉他说 你要管理这地 你要治理这地 但是我们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比尔盖赚了很多钱 比尔盖赚他说他在 比尔盖茲他在做慈善 但是比尔盖茲所传出来的疫苗 乃是要怎么样 decrease population 他要把这些人类 要怎么样消灭人类 如果我们基督徒有神的本善 我们不去做这些对的事 不去做这些慈善事业 不去做这些世界需要我们帮助的 我们今天就让这些仇敌 让这些恶者 把我们所当有的这个权柄给拿走了 接下来基督徒最重要 在神面前有一天 我们见主面 我们站在审判台 神要给我们一个奖赏 神深深的希望给我们一个奖赏 但是因为神也告诉你 你要去参加宴席的时候 你要准备你的礼服 但是有一个人 当神邀请他去参加宴席的时候 他穿了破旧肮脏的衣服 所以神就没有让他进去 我们今天 我们要预备自己的礼服 乃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但要与神同在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把身上背了很多塑胶袋 我常常说 我们穿上神给我们公益的衣袍 这个白色的衣袍 我们身上背什么 一袋是装老鼠的 一袋是装那个 蟑螂的 然后一袋是装什么 很多跳蚤 很多肮脏 我们的心里是圣灵的垫 但是我们里面就充满了这些仇恨 充满这些苦毒 充满了批评 论断 很多这些肮脏的东西 但是我们却用耶稣公益的衣袍穿在外面 我们以为没人看到 但是今天我们等到 因为参加宴席的时候 宴席的时候他看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当我们预备神再回来的时候 第一件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忠忠心心的来服侍神 神会对你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可以进来跟我一同做戏 如果你知道神已经在门口了 你不要再给自己立很多的目标 因为所有的征兆都出来了 我们要广传福音 也许你说我又不是牧师 广传福音不是牧师的事 是每个人的事 刚刚我讲到 我们要出去把耶稣托付给我们 治理这地的权柄再一次拿回来 我们要让整个的全球 全地都是福音化 我们用福音来教导他们 我们自己最后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感谢主 今天的信息到这里 接下来是我们的圣餐时间 好不好 我们请大家把你的圣餐预备好 你的饼你的杯预备好 那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啊也谢谢你给我们今天 有机会来分享你末日的信息 主啊我们更相信 当末日到的时候 你要我们的生命得属 我们要得改变 而且我们也要知道 你把耶稣再来的这些症状都已经一一告诉我们 而且你也让我们知道 你回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样 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迎接你的再来 主啊把这些信息带到你的面前 你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我们更要感谢你 主啊你离开我们 但是你说你还要回来接我们 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说 若我们常常在你里面 你也常常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为圣餐来感谢 你也祝福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他说这是我从神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他拿起饼来 他剥开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常常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 这不是代表他的身体 这就是他的身体 他身体当他定十字架的那天 他为我们剥开 给我们打通了这一条 通往天上的道路 耶稣说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人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 好不好 我们一起 为这个生产品 我们来感谢 谢谢主 我们领受从你来的身体 奉耶稣的名 阿们 祷告后请吃 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 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是为赦罪而赦的 你们要常常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祷告后请喝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耶稣我们为你的饼 为你的杯 我们为你的身体 为我们剥开 为你的宝血 为我们留下 我们献上感谢 主啊你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 借着我们跟你的交通 主啊借着你 给我们赏识你的身体 主啊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谢谢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